很多人一听到黄鼠狼的名字就觉得这是一种偷鸡贼 可是黄鼠狼这次上门颁访竟然是为了做出这种事 网友都说放过猫咪冲我来 黄鼠狼的体型十分的修长 这样能够让他在行动的过程中更加的灵敏 自然也就有着更多的家庭出现了被黄鼠狼偷东西的情况 可是这一次这只黄鼠狼来到网友家中的时候 却并不是为了偷任何的食物 而是因为这只黄鼠狼实在是太喜欢家中的这只小猫咪了 它是特地的赶来跟这只小猫咪一起玩耍的 看到它们在一起的样子 我们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 这只小猫跟黄鼠狼是十分友好的一对朋友 没想到黄鼠狼还有跟猫咪交朋友的时候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